谁说中国重量级别拳坛无人 作为中国散打重量级别拳坛第一人的叶祥终于出山 出生于塔沟五孝的叶祥呢 作为少林寺的苏家弟子 本次也是下山为国争光 叶祥曾经获得过2014年的全国锦标赛冠军 2016年的全国锦标赛冠军 除了2015年的因为受伤啊 不能够参加比赛与冠军无缘以外呢 期间全部的冠军头衔啊都被叶祥所垄断 可以说是获奖无数 在世界重量级别拳坛 我们中国人的身影是屈指可数 但是你总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 没有错 他就是叶祥 而且叶祥曾经还打入过奥林匹克 在奥林匹克赛事当中的获得过金牌 那今天叶祥所要面临的对手呢 正是来自于伊朗的一哥一拉基 那身影选手的势力很强劲 那实力吸过空手道 柔术散打 以及跆拳道 那所以说他的综合能力是十分强的 那据说他的彪悍中拳啊 能够打出900多斤 堪比传王太森 那么在赛前 对方的伊拉基也是扬言 今天要在 势必要在低回合的拿下我们的叶祥 的确是很昌悦啊 那本球比赛作为上重量级被较量已经开始 那同方选手是我们的中国选手 叶祥 而蓝方选手呢 正是伊朗的一哥一拉基 这个家伙的Q率高的离谱 我们通过小片也看到了 在一次太田的业余赛里边 是基辅KO了空决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安德雷 是的 哎呦 哎呦 这个速度很快啊 哎 哦 叶祥虽然是一个大级拳手 哎呦 全息组合 叶祥不错 大级拳手这一拳力量是非常的重啊 对 叶祥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胖子 那虽然说看起来比较壮 但是他的速度很快 哦 这个转身的神龙白尾 那作为大重量级被选手 能够踢出这样的快的腿呢 确实很厉害 哦 此时的叶祥把对方的伊拉基 差一点扔出了擂台 所有这个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 伊拉基之前还有高扫KO 额帅先晋级的阿达基 是的 也是一比较全面的一个 叶祥盯得很准啊 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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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看看叶祥其实也是非常灵活啊 对 呃上一次对阵美国的群帽 对 没想到那么快啊 对 呃给他合适的机会 就是前后手的联机啊 很准 对 呃 前手不错 对 打准 对 对 对 要注意这个伊拉基的这种老儿动作啊 对 伊拉基的打法非常的脏 此时也是踢到了叶祥的裆部 打不过呢 只能耍一些阴险的小手段 但是小手段并不能够帮助你胜利 只会让你得到观众的噓声 对 对 所以展示很紧张啊 这个大腿的维度啊真的是 啊很震撼很有视觉 真很漂亮 呃这叶祥腿法不错啊 嗯 刚几个转身 然后直线腿法都持得很灵活 对 呃这次叶祥没有像上次打攻击什么那样 呃 呃刚刚有前后平衡有一定点效果啊 对 这两个个头啊和体弱形容在这打啊 显得雷台弯行 对 两步就到身边了 对 哎 后刀 哦呦 真漂亮 这确实灵魂啊 此时的叶祥完全把一拉基打成了一个垃圾 对方呢完全就是一个人肉杀包 完全不是叶祥的对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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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在分开的时候是可以马上进攻的 好 地区马上要结束了啊 好 注意 好 地区结束 这个大级别啊 打起来确实是 虽然没有像小级别那么多的动作输出啊 但是每每一下就是实打 对 对 好 好 好 这个本身的重量在这里 红杆 双方过下的前手刺拳 哎呦 你看叶祥这转身垂啊 这个标准啊 对 其实难度对于他这种体型来说已经很难了啊 对 高难度 哦 漂亮 这几三不错啊 嗯 还有顶兮 是的 啊 叶祥非常的不错啊 相对已经很前面了 对 好 观众朋友们请想要了解孔力爵更多的赛事信息呢 你可以拿起手机在你的英文商店里面下载我们孔力爵的官方应力 第一时间了解我们所有的赛事信息 可以回入我们往期精彩的节目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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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局 对 第二局 呃 看看 能不能出现这种一击必杀的这种状态啊 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伊拉基竟然反科为主 主动向叶祥呢 发起了自己的重拳反击 那有可能是在第一回合啊 受到了很多的气 但是我们的叶祥呢 也是丝毫啊不惯着对手 要知道叶祥的体能呢 在此之前是出了名的好 那因为他参加过奥林匹克的赛事啊 所以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职业的选手 这本直线拳法再加强一点 哎 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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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呦 这个是抢劲啊 对 杀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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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祥这次不像对 呃 叶祥一样啊 上来就猛出猛打 是 今天是比较沉稳一些 哎呦 哎呦 看看打准 哎 但是说叶祥的拳头轮得非常的猛 而且频率的也是很高 但是他的精准度还是要提升一下 那这一比赛在第二回合的中场阶段呢 双方的体能 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是很好呢 对 啊 一来就这个多闪还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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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谁能抓我 呃 把握好机会 大级别选手在就是整场比赛如果三局打满了在后期的话体能对他们是最大的一个考验 是的 呃 因为本身他们自重就比较大 所以在体能消耗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确实是呃腰和腿啊要承担很大的这种体重 嗯对 所以说双方选手的体能呢都到达了一个极限 但是是让他们的机会 仍然叶翔还垂有一定的空间 把对手给甩黑 他说明我们叶翔的体能啊 深不见底 极其恐怖 参加过奥林匹克的选手啊 果然是不一般 一个散打运动员啊 能够把这个西法做迎击做这么好 嗯 这挺难的 尤其是这么大级别啊 对 哎 顶西 高扫 伊拉迪确实有这种高扫的这种技能啊 要小心 哎 哎 我都不许 哎 啊 闪户拳 哎 哦 哎呦 哎呦 你看一撤开这种高扫啊 很危险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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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局 好张比赛最终已经是结束没有发生KO两回合作战打完啊那双方的比分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说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判罚啊究竟是平局还是双方谁获得胜利 第二局的时候伊拉近有几个这种分开的招扫啊不管是从意识还是这种时间把握还是比较不错对 啊哦 啊叶角还是要在拳法上如果能更精准一些加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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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 非常的好 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看看谁能拿到第二张四场的入场券 好我们的比赛结果已经诞生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叶翔能不能顺利的进入四墙 同时我们非常感谢五冠中心能够输送叶翔这样顶级的选手 132公斤的体重居然还能使出非锡这样的动作 掌声在此送给他们 本场比赛结果入下 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29比29 29 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9比29 29 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30比27 30 27 4号裁判 judge number four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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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裁判 judge number five 29 好这局比赛最终判罚式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双方呢竟然是打成了平手各有签修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叶翔呢优势还是要更大一些 好那最终平手的情况下的话是需要继续再打下去 那这里叶翔明显他也是很虚拖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正常驾驶赛的对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我还是更加看好叶翔 因为他们是晋级赛要晋级到四强 所以加赛只有这一局加赛 对确实是半斤八两啊对 这个谁是半斤呢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补秤当中 补量衡当中半斤的一斤是十六两啊对 所以半斤呢 来八两是一样的哎半斤八两是一回事 其实从纵观整个三局啊 这三局打下来就是互有优势 对也都互有击重 然后真的是很难分辨出到底是谁更胜一筹一点 我觉得从战术的使用上来说 一拉机使用的更成功 对相对来说叶翔没有把自己真正优势的地方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看过他的比赛 对打中远和打出席是他很有优势的地方 对即便是后手拉得特别远 也能够在比较清楚的找准时间 对这咱俩一向有这样的优势啊 对确实是 好比赛进入到下赛之后呢 双方一上来就开始了重拳杂击 尤其是叶翔这一边呢 很想借助这驾驶赛的机会去KO对方的一拉机 那么在此之前对方的一朗一格一拉机呢 凭借着彪悍的重拳以及综合性极强的打法呢 是击败了很多的中国拳手 但是今天他碰到了一个我们中国拳坛坦克叶翔 确实打得很艰难 不能借助围绳啊 像伊拉基这脚底下一灵活 然后叶翔可能也找不好 哦 哦 哎 哎 实在调整状态啊 这是最后一局 嗯 对 对 让一局定性错 对 所有的边才是不能给出平局这个结果的 是因为呃 最终加赛一局 嘿嘿 叶翔对对方这老是不好啊 提出了一切 哈哈 我追不上了 对 哦 哎 前手 呃 叶翔要利用绳边啊 呃 其实叶翔真的是还要应该用这种边角啊 做碾压制 对 才能更大于 呃 兴奋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比赛进入到加实赛之后呢 双方的搂抱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由于体能呢都受着很大的流失啊 所以说 与于摟抱双方都是很乐意的 我觉得想想这时候还是 啊 一旦距离上进这个拳啊 就就缺了就有缺失 对 角度啊 前的 出的路线啊就不太好了 对 而且这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对手在职业比赛当中啊 嗯 对 毕竟伊拉基之前是 KL过 呃安德雷 对 也KL过阿萨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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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祥有个问题啊 对 进攻完了马上他先主动去贴身 是 看 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 对 第一是体能出了问题 嗯 第二是本身在近距离的时候啊 啊 技术上存在达难 你看 就对方打这种啊 三四四的这种小组合拳 对 叶祥是没有的 对 哦呦 转身后动 哦呦 一个转身边权 连续两个转身动作 对 对 现在伊拉基把整个的步伐节奏调调调的比较快啊 叶祥有点追不上 对 对 最后的十几秒钟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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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基这个有几次的这种躲闪啊 还是非常不错 对 哎呦 叶祥没有时间了 走 好想要永识时间的队局 加实赛终于打完 那最终的叛爬呢 我们的叶祥是17次有效打击数 而对方呢是18次 那最终叶祥是输掉了比赛 但是虽败有荣 希望将来叶翔会越打越好 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